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妇女的婚姻问题特别有关系的一个人物 不对 我觉得这样子讲 我跟你工作这么多年 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你曾经讲过 现在的婚姻制度是应该被打破的 那个时候其实我很不赞成你 因为我看到我父母亲的这种一夫一妻 我们父母是多夫多妻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我看到他们白头接老 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婚姻状态 但是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你讲说 这个是要被破除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向你这边靠拥了 但是现在我又有点犹豫了 我为什么讲婚姻这事 马先生你最近看小山智利了吗 何智利了吗 我觉得现在这社会也挺有意思的 宝娟翠的就兔姆星子咽的 但是起头我现在发生什么事 你就看这个起头 起头就是叶永烈跟何智利不错 当年跟你知道我们的何智利吗 打乒乓球当年特别有 后来入了日本籍嫁给日本人 最刺激据说最刺激我国人的是 就是多少年前的比赛 劈的啪啦当时他处于巅峰状态 他代表日本把什么邓雅平了 把什么一的脆了个遍 而且主要是嘴里在发出妖喜 妖喜这样的日语 大家生气了 但实际这次的事 好像就是朋友间闲聊 然后他就跟老公离婚了 是离婚了吗 他就说这个日本人乱搞 找了一个什么 找了他底下的一个 也是运动员 由此对日本人失望了 就表示决心绝不再找日本人了 但是我也不晓得我得找一个那个男朋友 我就会我想找中国的 就托叶永烈给他介绍 但是这个东西啊 发出去之后 怎么引来的好像什么橙芝麻烂骨子 家底都反正现在骂他骂的不得了啊 主要是我觉得这不是他个人的事 大家对他的 和之力说事 说事对 因为找不着茬嘛 这找这一茬 你嫁给日本人了 很多人就不愉快 那我不知道 我想中国 中国还有很多人嫁给日本人 只是他不是一个运动员 不是一个知名人士 所以也就 大家也不是那么关注 另外 我想也有很多日本人 可能嫁到中国来了 也有 他就 我看你像他们有些 我就问他们 我说这些网友们 他们都在骂什么呢 好像啊 是那么一种家庭逻辑 就说 你当年不想当中国人 想当日本人 跑去 跑去日本 这在当年就有人说汉奸了吗 不仅这样 还抱歉我们自己 培养你的这个中国乒乓球 不仅这样 你啊 你找日本老公 日本老公乱搞了 你现在不高兴了 你现在回头想找我们中国男人 没那么便宜的事 但这个是哪跟哪 我看着都是 其实如果当年 他嫁给一个意大利人 就像你一样 我没嫁给意大利人 还没嫁吗 是吗 没有 你们这么长时间了 准备怎么办呢 在 到底想怎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年那是因为他嫁给了日本人 如果 我昨天晚上就在想说 如果他当年嫁给一个意大利人 嫁给一个法国人 或嫁给一个美国人 20年之后 他说 我不喜欢欧洲人了 我还是喜欢中国人 再回来 回来之后 还会有人拿板砖打他吗 你举这例子 马先生 我给你假设一种情况 要是他去了美国 乒乓球队 跟中国打 全打败了 同时 他嘴里喊的不是妖戏 而是OK 或者说 We are good We are good 你觉得中国人有那么恨他吗 相对程度就会很低 相对程度很低 其实也会有 你比如说 前两年闹的 跟美国使馆的 把咱们使馆炸了 然后就到美国使馆 去闹 扔墨水瓶 什么的 没错 这些都是一些情绪的宣泄 因为我们 我们情绪的宣泄 大部分人是找转嫁的 不是真正的 就对他有仇 你说很多人对小山智利 和就对何智利的 这个网上的大量的这种攻击 那很多人对他不是真正的痛恨 你说他痛恨他干嘛 他也不认识他 有好多人是真恨的 他骂的那个话忒难听了 他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如果何智利住他们家邻居 他未必骂 他就不骂 光美 你知道这个智利 小山智利 何智利 他这个当年的事吧 你可能台湾人 你不太了解吧 不太了解 但是我就是昨天看到了一些资料 他牵涉到当年的一个让球风波 当年这是特别有争议的事 就比方说啊 这咱都知道 当年中国乒乓球队 这是一个组织 好比说我们要跟外国人争冠军 但是呢 我们队里有这么一个人 好像像什么管剑华的 我忘了 比如说是他最适合打他 他打他一打一个准 但是呢 他打不过你 这个时候你们俩闯到三四 一二 就是前四名了 怎么办呢 就会出现说让球 你得拱他上去 你输给他 你故意输给他 让他冠亚军 把那个打下去 但是何智利当时呢 就不让 愣把他给打下去 当然他也真是牛 他还真的就 哎呦 当时他要是没拿下这个冠军 那压力更大 那压力就更大 幸亏他当时还就真的 咬着牙拿下这冠军 当时就说嘛 说这事到底该怎么看 你比如说 有人就讲 就说 那你当然那个 就是说体育道德呀 体育就是游戏嘛 体育就是这个竞技 为什么搞这毛 你本身就不对 但是呢 那一个内行的说 一个国家代表队 跟别的国家代表队比赛 当然要有战略部署 就像当年什么孙斌呢 什么跟谁 比跟田什么的 就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个著名的故事吗 我先出上等的马 跟你的中等的马比 就有一个策略 那你不执行策略 那你是不是有错 我觉得作为何治理当年的 那个不让球的这个风波 我觉得对他来说 应该是他是对的 因为错是错的 当时的国家对 因为首先是违背体育精神 体育竞技精神 那就是你有多大能力 使出多大能力来 让球肯定是不道德的 严格的说 当时的让球都不敢说出来 你有能力 你敢向全世界宣布说 我们今天有一个让球的策略 你甭玩了 你甭玩这事了 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道德和精神 这两条都是他自己遵循的 一个运动员应该遵循的 我觉得何治理没有任何错误 因为历史上 中国让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当时我记得 庄泽东是连拿三届世界冠军 可能第三届 当然这是传闻了 第三届就有问题 因为他问题不会出在对方 是出在我们自我的运动员当中 所以我们的运动员要让出来 连拿三届是很 对国家来说是荣誉很高 一个运动员 对吧 对 但是对于让球的运动员是非常不公平的 刚才讲的就是说一方面 我觉得他是 就是说他这种很大无畏的精神 就是说你要我让球我不让 我觉得我一定能赢 一方面我蛮佩服他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这样子讲吧 我以前常讲 我觉得他肯定心里有很多委屈 有很多压力 因为他拿了冠军回来还要受处分 那就是说他受了委屈的情况之下 他出走 但是我常常觉得说你出走没有关系 你要你要报复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闯出一个更好的 明天 对闯出一个更好的明天 然后有更好的成绩 但是如果 是有了更好的成绩 但是 但是 不行不行 但是重点是说 就是说一方面我很佩服他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会觉得说 你这个好成绩 你可以 你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你不能打自己人 怎么不能打自己人 他国际比赛 他代表日本队 对 我现在说 这个我们必须把 这个体育比赛跟战争区分开来 他不是打仗 他是一个竞技 是个比赛 所以我在 我觉得在这上面呢 他既然代表日本队 那他就有 有权力赢你 你不能变成这个权力剥夺了 是是是 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 OK 现在姚明 姚明在代表 美国队 代表美国 他在他在打NBA 对啊 但是如果今天 如果有牵扯到 国家跟国家的比赛的时候 姚明一定是第一时间 就回来加入中国队 他不会代表美国 来打中国 来打中国 他是另一种情况吧 姚明的身份 所以就是说 现在第一 因为你要加入日本级 你必须放放弃中国国籍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对于我们 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心理上 会有一点造成一些影响 然后最后你已经变成日本人了 你已经嫁给日本人了 然后最后你又说 不要 我还是想回来当中国人 我现在发现 光美现在考虑问题面面俱到多了 我感觉到你要注意到 好多种不同的反动意见 我这样 不是反对意见 不不不 不是说反对意见 咱们先去广告 我再让你身边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 我见 来光美你接着说 我这样讲吧 昨天晚上我就想说 如果我是他 就是一个女人的立场 我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呢 第一 我想我可能真的不会 那可能当年他会嫁给这个日本人 可能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爱他 我不想是让你什么样的因缘巧合 或者是什么样的机缘 所以去了日本 但是就是说 像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在日本留学 那他们为了要拿到工作签证 想要 就是说 但是他们心里很多挣扎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果要拿日本国籍的话 他们必须要放弃中国国籍 所以就是对一个平民老百姓 对一个平民老百姓放弃中国国籍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个决定 那以他一个 我们不是说他单纯是个名人 因为他是有一个很高的记忆在身上 他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 所以他放弃了中国国籍 然后最后回头 用他身上的这个法宝 然后打败中国人 我是觉得 你让中国人 这是我 我我我讲一个 就是说 就是国籍 你说啊 现在人都能拿爱国说事 我现在觉得这个大帽子压死人 搞得人特别沉重 你知道吗 因为你比如说我不善于抽象思维 好比说 你不能跟我说一个抽象的概念 你说爱国 你得我我可以说 我爱祖国的河山 我爱中国的文化 但是不是等于说 我爱你这个政府 我说是政府 那不敢往高里说 还是说 我我爱你的国籍 你比如说 我你比如一般人 你谁不知道 小孩咱说实话在美国 谁不想让孩子拿美国国籍啊 但是那是这个行为 是不是表明 我就不爱国了呢 不是 是吧 好像爱国不等于爱国籍 马先生 你你怎么评论这种问题 我觉得我们从 站在文化高度的 得说抽象点 说具体了 就说咱自个儿的事了 就说抽象一点看呢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特别明确 就是我们 有点像今天的美国 我们过去的中国 有点到反而像今天的美国 就大量的异族 都可以涌入这个国家 很好的生存 然后以致改变他的民族信仰 我们你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著名的民族就没了 你比如女真 你比如契丹 你比如像突厥 这很多 哪去了 这人哪去了 契丹好几百万上千万人 哪去了 一下就融在民族血液中去了 我们是一个很宽容的国家 那么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民族是什么民族呢 让我们说是一枚民族的民族 就什么民族去了 都是美国民族 对对对 对吧 他比较宽容 我们过去比较宽容 但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宽容呢 是因为现在我们不够强大 我们历史上非常强大 所以就宽容 谁来了 我都欢迎 怎么都成 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是逐渐在强大 我们国家是不是逐渐在强大 所以我们今天的心态也会变得逐渐会宽容 我想50年以后 100年以后 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 我们心态一定不是今天这样 谁愿意走 谁愿意来 谁来 我其实没有讲到什么国籍跟爱国 我觉得国籍跟爱国这两件事情不用画上等号 因为文涛你现在会这样讲 是因为你没有面对要做这个抉择 现在我告诉你 如果对我来讲 因为我环游世界 我到处周游列国 对我来讲 拿签证是我旅行上最大的一个绊脚石 拿签证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能够又有意大利护照 又有英国护照 又有美国护照 我上哪都不用拿签证 该有多好 但是有一个前提 如果任何人告诉我说 你想变成意大利人 你非得放弃你中国人的身份 对不起老娘办不到 对我来讲 这我有一个底线 你是这样是吧 我有一个底线在 我有个底线在 但是问题是日本 他就是你要拿日本国籍 你就是得放弃你原本国籍 但是你如果想拿美国国籍的话 你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但现在问题是中国不允许双重国籍 中国是单一国籍 就是你拿了美国国籍 你不能让中国政府知道 中国政府政府知道 也就把你国籍给收了 所以而且我刚才提到的 很多时候就是说 而且你这个种也不纯了 你好比说我们说是汉族 什么汉族 马先生就知道历史上这么些年 早就串了种了 我的腿都是卷毛的 我爸长得更像外国人 那你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 不是 是汉族人民的儿子吗 不是 汉族人民的儿子 就很难说 我给你 你爸爸了 不是 像他身上流淌着 异族的血液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 我都有可能 我都有可能 我肯定的 因为我回过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就我们家姓马 生也都不姓马 所以 而且我爹长的那个样子也跟我不一样 我长得有点像我母亲 不像我爸 我爹那样子就有点 长得像西域那边的人 是 鼻梁非常高什么 就完全不是我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为什么说 他国籍 你知道吗 国籍正如一个什么政府一样 他是某种时代性的 某个时代建立起这么一个架构 国家机器 可是好像我们真正说的 比如说一个拿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他也是我的中国心 因为他的国家意味着是他熟悉的人 熟悉的山水 再一个 我再提一敏感问题 你们说 好比说 比如说我见着美国 就像你说着 他有容乃大的这么一个地方 他甚至都能容得下你 声称不爱美国的人 是 你发现没有 就是他这个国家 就是说真是自由到什么程度 你拿着他的国籍 还可以说 我就不想当美国人 美国太坏了 我讨厌美国 他觉得你可以 但是他以法律保护你应有的公民权利 再者说你说这国籍 我想起一个 马克思是不是宣称 也是国际主义者 好像是说是有 放弃德国国籍 还是什么国籍 我忘了 好像有这事 他宣称没有什么界限 我就是一个国际人 我是一个地球人 那你说对这个现象 该怎么说呢 我觉得不管再怎么样 我自己心里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国际的国际人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身上有个标签 你的标签是来自于你的文化 跟其他的文化差异性太大 所以你特别想强调这个标签 你比如欧洲人之间 他标签就不差一小 你比如欧洲呢 除了英国 他其他国家都生根的 就你签一个国家就随便走了 对吧 那么那些国家之间的 他人和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相对就弱化 你比如说法国人上 意大利根本不需跟意大利政府和人民说什么 自个儿就坐着车就去了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坐飞机火车骑自行车 你走着都能过去 是吧 看一眼就过去了 那么他就相对来说 拿身份来强调爱国这个事就越来越淡化 他就按这个说 你是不是拿着日本护照都不重要 如果我假设我们跟日本国之间没有护照之间的事 就是随便往来就跟你到上海去 从北京到上海没有区别 你到香港还方便呢 那这个事所有人都不看那护照 没有用 没有意义 那只是你一个就跟你那个身份证填个民族 你是汉呢 还是回啊 还是维吾尔 这跟那也就那点区别 所以就往往现在人们就觉得有点名气的人 似乎呢 你身上代表着 太重了 我现在觉得啊 就是就我所了解的公众人物 我可以跟你讲 真的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我也不认为觉悟各方面 真的跟普通人跟我都一样 就我的观感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就你有些事 你拿普通人来讲 就好比我给你讲过 我去肯尼亚 我都何之丽这事 就让我想到那个女的 一电视台女制片人 在游泳池边跟我聊了三天 然后跟我讲脑门上一扒嘛 说是给他曾经一任的老公 从四楼阳台上扔下去 摔的 他说第一我本国人 这个嫁给本国这个这个黑人 是吧 我是伤透了心 伤透了心 因为他们的黑人还可以再找别的老婆 你知道吗 都伤透了心 好 就说我发誓再也不找这个本国人了 他就这么说 他说我第二个就找了个欧洲人 个白人 结果呢 白人喝啤酒喝多了 把我从四楼阳台扔下来 他说我现在对欧洲人也彻底失望了 我现在就想找你们中国人 那么你好比说他这番言论要放出来 那是不是肯尼亚的国民就可以说你肯奸 你这是肯奸呢 是吧 你这么能对说对我们国家就又又 咱去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你对听说准备将来还写本书写中日呢 是 我原来老想就是有机会呢 等再过几年 大家心态都比较平和的时候 我想写一本书 就关于中国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 因为我们在有很多地方呢 我们跟就中日之间的文化 从根上是有极大的差异的 所以这个差 根上 根上 你比如说我们的文化中呢 对这个怎么说呢 辩解这种行为不是深恶痛绝的 不是深恶痛绝 让我们就整天说叛徒什么的 不是 你看啊 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这样 就是比如咱俩把玻璃剔了 老师把他逮着 问咱俩肯定谁都不说谁 老师一会儿就给分开了 就说你如果说了我先奖励你 给你记一个五分 插个红旗 然后你马上就拍变了 你说那是对 不是我配的 给点小力 马上就变 包括我们早期的口号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是获得好处的 是强调你辩解 对吧 今天呢 很多 开会干什么 还讲调 强调背靠背 背靠背 就是鼓励你辩解 那西方的法律 不讲究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他讲究正确 他不强调这个 那么 就是你坦白还是不坦白 法律该怎么判你 都怎么判你 我们现在说的便捷文化 不仅仅是这个 就是当叛徒 不是这个 比如大量的 这个 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喜欢跳槽 也身在槽营 心灾汉 这是大量的中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职工的心态 这是文化造成的 因为日本文化就不是这样 日本人都特别忠诚这个文化 我就加入到这个公司 我就一生为他卖命 他从来不想跳槽的事 除非老板把他开了 你觉得是中日之间 有这个分别 文化上的冲突 这个冲突非常厉害 那你说过去咱们 过去年代不也是在国企 一辈子就干一件工作 在一个单位 但是那时候 他也不愿意在那干 因为我记得 我那时候当记者 在火车上 跟一个火车人聊一路 后来我回去 我就跟人家说 我说这个火车上的人 都想调动工作 这就是文化史 特别想调动 不知为什么 但是您讲的文化 是近代的文化 还是讲古老古老的文化 古老文化 气节还是很重要的 对 气节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应该说是 日本人保持了 中国人古代的那种 那种忠诚的文化 我们主要是 过去有一个老话 叫穷山恶水出刁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环境太艰苦了 所以人的心态 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人就会钻营 会想不择手段 因为要生存 残酷 那么当你生活好的时候 我们历史上比较富裕的时候 心态都比较好 我们今天的心态 已经远比我们 十年前 二十年前要好很多 你觉得会逐渐宽容 对 就会越来越宽容 要叫我说 他们这些闹 闹这些反日的人 我觉得其实关键问题 甭管你想干什么 个人自己手头的工作 你究竟做得怎么样 整天那个产品质量 那么茅草 那么差 这本事说明你每一个工人 每一个经理 你都没把自己活干好 你上什么阶呢 对 他就是这样 对吧 你干好了 咱国家不就强大了 不就是这谁不行 谢谢